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港等公共场所也会继续维持关闭状态 目前全美总计135万8901例确诊病例 死亡人数达到81805人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吴可飞 山嘉宏 洛杉矶报道 旧金山市府暂定最快将会于下周一重开部分商家送货自行取货服务 但商家需要严格遵守五条卫生准则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表示 最快将从下周一18号开始 市内花店 书店 乐器店 家具及家庭用品 化妆及美容用品等商店 将允许开放送货和店面外取货服务 旧金山的重开将保持谨慎态度 并基于公共卫生官员的建议 卫生官员指出 重开商家必须遵守五条卫生准则 包括制定健康与安全计划 确保店员安全社交距离 佩戴面罩 提供清洁用品设备 标记让顾客保持六英尺社交距离 清洁容易接触的表面空间 停止所有自助食品和饮料 如果我们可以保持在下周一星期 我们预计让下周一群的商店再开 如果我们在医院的区域增长 在医院的医院的区域增长 我们将从新的医院的区域增长 我们将从新的区域增长 我们将在医院的区域增长 市府还承诺扩大检测范围 发现和预测疫情追踪密切接触者 截至12号 旧金山确诊者增至1977人 死亡35人 富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 向受疫情影响的大型企业雇主提供 紧急融资计划 帮助企业维持运作 和资格的企业年收入要至少达到 三亿加元 不过相关的计划就不适用于 面临重组或被裁定逃税的公司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表全国讲话 宣布为保障就业 推出面向大型企业的紧急融资计划 特鲁多强调 这项计划是贷款 而不是政府对大企业的纾困拨款 这笔低成本贷款 不会用来挽救 在疫情危机爆发前 面临重组或清盘的公司 同时申请企业必须承诺 会限制发放分红 限制回购股份 以及不会用于为行政人员加薪 联邦保障党党领希尔就批评 这项计划没有具体的审批细节 无法及时对遭受重创的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提供援助 同时联邦政府也宣布 扩大企业信贷计划 向需要大额融资的中型企业 提供每间公司最高6千万加元的贷款额度 以及最高8千万加元担保 另外从11号开始 加拿大疫情最严重的魁北克省 部分地区学校恢复上课 目前加拿大已有将近112万国民 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其中有6%呈阳性 首席卫生官就呼吁 各省在逐步解封的同时 一定要加大检测的力度 而同时是否要使用手机的应用程式 来追踪确诊病例 则是需要各省的医疗部门决定 富皇卫视祖克勤武警黄山 来自温哥华的报道 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越休斯顿上空 进行特技飞行表演 向抗击新冠病毒一线的医护人员 和相关工作者致敬 为了向抗击新冠病毒的一线医护人员 和相关工作者致敬 鼓舞民众士气 美国海军蓝天使和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 从4月底至5月中旬飞越全美疫情 较为严重的多个城市上空进行表演 蓝天使是世界上组建最早的特技飞行表演队 成立于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 现役表演机为Fa-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 它与雷鸟一道成为两个文明世界的美国特技飞行表演队 这次飞行秀鼓舞了在美的民众共同抗击疫情的信心 向前线医护人员致敬 表演当天阳光明媚万里乌云 蓝黄相间的Fa-18大黄蜂编队战机精彩完成 六机百合花、六机蝎形金斗、六机开花加单机金斗水平交叉等经典画式 把长长的白色尾音写在休斯敦的壁空 现场观看民众的鼓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响成一片 参加表演的蓝天使队员都是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志愿精英飞行员 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弗兰克斯丘博少校 孤星飞行博物馆也派出福役二战的功勋战机进行表演 蓝天使飞越休斯敦使当地民众深感振奋 在抗疫非常时期激励大家团结一致共同难关 战胜新冠病毒这个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 特约记者穆时吉斯休斯敦的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一组中和快选 白宫本周向员工发布备忘录 要求在白宫西议工作的所有官员和工作人员 即使不在办公区也必须戴口罩并且保持社交距离 据悉大部分白宫工作人员已经在家办公 备忘录中还敦促白宫工作人员 避免对白宫不必要的访问 特朗普当天表示这是他直接下达的命令 即特朗普的贴身随统 以及副总统彭斯的通讯主任新冠确诊后 白宫新冠工作小组的三名重要官员 相继宣布进行自我隔离 包括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 食药局局长哈恩将在家隔离两周 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将进行有限度的隔离 近期白宫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降低新冠病毒在白宫传播的风险 包括对白宫办公室进行深层清洁和消毒 特朗普 彭斯以及与他们定期会面的所有官员 都要每天进行新冠测试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12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 期望最快可以在今年秋季尾端或初冬的时间 进行疫苗实验 不过他坦言最大的未知数是疫苗的功效 现阶段不能做出任何保证 福奇表示目前至少有8个候选疫苗正在接受测试 他希望研究人员最终能够成功开发出 多种安全有效的疫苗 因为此举将有利于全球疫苗供应 不过福奇表明整个疫苗生产过程是有风险的 更警告说疫苗可能带来负面后果 甚至可能增加感染机会 现在最大的未知数是疫苗的功效 所以到底疫苗是否有效 或是有多长的有效期 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美国驻美使馆和驻纽约使馆 今年分别公布了13日和14日新增临时航班的信息 将安排领区符合条件的留学人员搭机回国 航班分别是由国航直飞的华盛顿至南京临时航班 纽约至西安的航班 以及由东航直飞的纽约至上海浦东的航班 其中国航临时包机销售价格 参照正常航班的单程销售含税价 即成人经济舱约5403美元 儿童经济舱约4100美元 成人公务舱约10320美元 儿童公务舱约7802美元 目前国航的售票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国航将根据使馆提供的名单 通过客服中心通知乘客购买机票 领区内的留学人员需注意接听预留的电话 而东航已根据总领馆提供的名单完成外户售票 纽约百老汇行业领袖周二宣布 在纽约市继续与新冠病毒大流行做斗争期间 百老汇演出将在9月的劳工节之前一直停演 百老汇联盟表示 剧院至少在9月6日之前都将一直保持关闭状态 百老汇剧院之前从3月12日起关闭 原定于6月7日重新开放 但鉴于新冠疫情仍旧严峻 因此做出此延长停演决定 该协会表示 到9月6日为止的演出门票持有人 将在5月18日之前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内容涉及换票或退款 另外表彰百老汇戏剧和音乐剧的 托尼奖颁奖典礼也已无限期推迟 来关注一组中国两岸3D的最新消息 在黑龙江经随分和口岸入境的409例输入病例 至12日为止患者已经全部出院 在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最后4名境外输入新冠确诊病例 当天下午至于出院 他们之后将接受14天的集中医学隔离观察 另外29名无症状感染者全部解除医学隔离观察 从3月27日第一名无症状感染者由境外输入到4月9日口岸临时关闭 有2497人从隋分和口岸入境 黑龙江将感染患者安置在四家医院接受救治 当地市民也配合了疫情防控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12日发布港铁沙中线工程问题的最终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钢筋被减短是违规行为 但不超过2%至3 问题不广泛 不至于令车站结构变得不完整 但建造期间有不少令人无法接受的问题 例如造工差劣和监管不利 项目管理方面更是出现保存记录欠妥以及检测制度马虎 委员会认为 李顿 港铁以及作为监督方的政府都责无旁贷 港铁沙中线鸿勘站的工程在2018年被揭发有人减短钢筋等情况 令公众对于鸿勘站的结构安全存疑 台湾多个学术单位投入新冠肺炎疫苗和药剂的研发 台湾卫生福利部辖下的中医药研究所12号宣布已经找到中药配方 可清除新冠肺炎患者体内病毒 并抑制重症患者体内的细胞激素风暴 研究团队从4月初开始在台湾两间医院 针对14名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中西合璧的处方治疗 重复确认配方有减缓发烧 稳定病人心跳和血压的效果 其中有12名患者在8到10天之内三次裁剪阴性出院 团队进一步发现某些中药成分能和新冠病毒上的极蛋白结合 让病毒无法进入人体 可寻刺途径开发类似疫苗的中药预防性处方 台湾中医药研究团队发表成果 未来也将完整治疗报告投稿国际 作为防疫参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 一起来看由TDMA Trade德美利证券所提供的全球财经指数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由德美利证券赞助播出 一起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取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